一日之际在于晨 经过一晚上的睡眠 原本应该是精神抖擞的状态 但却在双脚踏地后 突然变了样 每天早上变成竹底精默炎患者 最痛苦的时刻 最常见就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 一踩地会有刺痛难耐的感觉发生 甚至没有办法整个人马上站起来 那通常病人大概稍微活动一下筋骨 然后慢慢去走路 就可以慢慢活动正常这样子 竹底精默炎 简单说就是脚底的精发炎 踏地时脚跟疼痛 因此患者会垫着脚尖走路 而在中医来说 竹底精默炎患者大多是生气不足 像是熬夜 轮三班 需要搬运重物或是酒站 这类工作者生气耗损都较为严重 竹底精默炎 它的 滚 绝炎 吸引 讨厌